红方来自中华台北的张焕仪 南方来自越南的选手 开场就拼拳 拼拳 升高接近 台北选手主动响应摔 张焕仪在身高上越有优势 但是并不是很明显 越南的选手 我们知道 大家知道越南都是整体竞技水平很高的 我们看看张焕仪能不能为中华台北队 拿到一块金牌 漂亮 抢到一分 漂亮 一个先后掌踢 好的 原来选手的动作也很快 这种动作很难将对方推下 有一个叫停在先了 怕了 怕了 倒地在先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70公斤 这个拳腿的速度和这个打法明显和小级别不一样了 那么 越南选手 节奏略慢 越南选手在这个晋升还是还是不错的 晋升以后还是有方法 小将对方推下去 他来比较难 这个双方的实力也是比较接近 谁都没有明显的优势 裁判喊停 那么下台无效 双方的拼打 这个拳腿的都很重 速度也很快 这就是中量级比赛的这个特点 比赛快结束了 第一级比赛结束 我们看看 也是 南方越南选手是险胜 还有两位裁判是判平局 那么滴滴确确 他们的实力也很接近 整局来看 越南选手还是控制了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裁判的比分也反映了这个赛场上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如何 那么局间休息一分钟 时间已经到 我们说散打比赛 局间休息一分钟 那么到50秒的时候 会提示他们上台 做好比赛的准备 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 这个越南选手 这个竞争之前有一腿 这就是抢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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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啊 真的你来不往 打的现在目前还比较交流 这一局 越南选手 台湾 台北选手不错 这个开赛这一段时间 越南选手 应该在比分上略为领先 看看张焕仪 能不能够改变自己的打法 那么更为积极主动一些 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发挥出来 采判指定南方进攻 双方互不进攻 超过5秒 采判将会指定 那么相对消极的一方进攻 如果对方5秒之内 仍不进攻 将会被判 消极5秒 这一场真的很焦重 采判又指定红方进攻 双方打的还是很谨慎的 双方的比赛节奏 明显和小级别慢了很多 很谨慎 大家就是看在这种情况下 谁能够把握机会 这就是连续这几下 连续组合的能力 在这一局当中 不得分的情况下 这刚才这一下 这几下可能 就是决定胜负的几下 第二局比赛结束 这个越南的选手 在这一局当中 还是有一定优势 那么当然优势也不是很大 四位采判判他获胜 其中一位判了平局 就靠刚才那几下 这个双方 的的确确实力很接近 那么越南选手抓住了 更好的抓住了这种机会 越南选手 为越南队获得了一块宝贵的金牌 祝贺 那么同时也恭喜台北队获得了一块银牌 台北的张花仪啊 这次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可圈可点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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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